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 就感觉她很平易近人 专业方面我感觉就是非常严格 她是一个非常敏感还有细腻的人 会有很多个瞬间就会觉得 她怎么那么可爱 我把我和尚团的同学 都当成我自己的孩子 华山我是80年就认识 当时华山老师是交响乐队里面的元号手 82年以后她就考进广义了 在班级音乐会这个节目里 我指挥了一首在希望的田园上 那是我第一次上台指挥 后来有一位老师 他用他一口上海腔的普通话说 他说 华山 我觉得你这个指挥相当好 你是这个料 从此我也喜欢上了这个专业 通过合唱课 合唱教育 来培养大家的爱党爱国情怀 1995年成立了 我们当时就是叫广西艺术学院 师范系的合唱团 作为一个党员 你必须在自己学科里面 要能够引领大家 我当初我组建合唱团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目标 要就不做 要做就做到全国一流 金钟奖是全国公认的 水平最高的赛事之一 我们2005年刚刚获得了 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第一名 然后紧接着还是这帮人 就参加金钟奖 失败了 我们连优秀奖都没拿到 这对我打击太大了 什么原因呢 雄冠漫道 真如天 合金脉步 从头月 我们当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想想这两句诗诗 你想想当年红军遇到的困难 在参加第九届金钟奖的时候 我们已经鸟枪换炮了 我们这一次参加比赛的是一支 获林生和尚 大家都放手架了 然后我们提前一个月 来学校训练 每一位同学就 都必须得严格把关 严格过关 所以我们就力求在那一次 一定要拿到奖 我们的名次 在比赛直播的过程中 我们一直是排在第二名 当时我们 心情非常激动 后面突然就是有消息公布的时候 整个团都沸腾了 我们所有人都很激动 甚至落泪了 从画师的笑容中看到一些 是很高兴的 我觉得我们广义合唱团 从成立到现在 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广义合唱团 是一支全国默默无闻的一支团 那我们现在这支合唱团 被公认为全国一流的合唱团 我觉得当培养了我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 在教学上取得了一些成果 教学经验也是最丰富的时候 这个时候退下来 我觉得有点可惜 一句话 我舍不得离开我的教台 舍不得离开我的学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